早安 我們今天要來一日環中線的今天旅遊 然後我們現在的第一站就是這個幸福站 到我們的中港大台清水步道 走吧 我們今天環中線的第一站就是幸福站 幸福站到這裡的話 大概走路只要10-15分鐘的時間 那我們今天要體驗的就是走到各個景點 看一下環中線到底有什麼值得大家去的地方 然後這裡其實分成了四大區域 我們現在在的是水之鍊 我們現在來到的景點就是姬母潮 除了它非常漂亮之外呢 它其實真的可以走得起來 然後這個點呢也是大家整個拍照線的 其實這個清水步道呢大概全跑兩公里 像這樣子吧 可愛 那麼可愛 好可愛喔 其實我覺得這樣這樣的步道都是非常好的 環境變得很漂亮之外呢 讓更多人去接近大自然的一種方式 那這裡你看 這邊都是 還會做 簡直就是一個我們那種網美最愛的地方 清一果 有丁 先丟 完成 水果橋 就是這裡的兩大橋 那這個環中線的這個景點呢 其實它這裡都是你可以騎入bike的去 它都是臉慣的 雖然呢 像我 待在台北這麼久了 呵呵 今天也是第一次要來騎騎看 所以呢 然後我們要來註冊一下 Let's go 高中大學之後 就是再也沒有去過加車 有一次就是 來到台北之後 唯一是騎入bike 就是跟朋友 然後我們就租了入bike 騎車騎到 從板橋騎到到安森里公園 然後再騎回去 從此以後 就再也不想跟上阿森 哈哈 耶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個景點啦 板橋第一運動場 這裡不但是一個 大家都會來這裡運動啊 也是各大賽事 很常指定的一個場合 這裡環繞過去 你會看到其實觀眾席上面 全部都是五顏六色的 全部都是用彩虹的顏色 去做搭配的 所以它非常的漂亮 有非常多網美 它就會來這裡 然後在那個彩虹 在觀眾席上面打卡 好可愛喔 這是我們的第三個景點 圓山公園 其實呢這個地方非常的隱密耶 從小像這樣 慢慢的爬上來之後 到這裡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秘境的一個景點 這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樣真的不跟大家開玩笑 你們看一下 他們這邊的地板啊 全部都是用那種PU材質去做出來的 然後就很適合小朋友來這裡玩 這裡竟然還可以滑場 如果能來這裡放這種站 我覺得非常好 心情很密耶 最後一個景點呢就是位於景安鎮 私藏不藏食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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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喔 它特別把它做成一個非常像小髒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可愛 再點了一個鍋竹奶茶 喔 它茶味非常的濃郁耶 它的奶味就沒有那麼重 所以如果是喜歡喝茶味的話 應該會很喜歡這個款 那我這裡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主食 也是非常多人推薦的 那就是感咖哩 其實這裡的地方呢 不但環境非常的漂亮 很適合拍照之外 其實呢 它的吃的東西 還有喝的東西 都是非常讓人印象深刻的 不管是來吃吃飯的 還是來拍拍照的 我都很推薦這個地方 那今天呢 環超鮮魚喔 到這裡喔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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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